就是送一些养生的酒水 他说这个牌子跟那个敬酒是一个公司的 然后呢我没太在意 然后他就拿礼品来开始就是说来诱惑你了 他说送电瓶车送洗衣机电饭包冰箱彩电洗衣 那个那个滚筒的滚筒的那种 杨师傅说对方推销的牌子是自己没听过的 本来没什么兴趣 可对方说多买多送还拿了个宣传单给他看 买三箱呢就送一个冰箱啊洗衣柜啊 这些东西你可以挑 那时候我还退去 我还傻活过去问这个师傅去借个尺子 我去量一下 我说我说我要买个一米六的 我说你这是一米八一米六 他说都有 杨师傅打算要个三箱 正好给店里换个冰箱 三箱酒要900块钱 至于冰箱对方说是三到五个工作日会上门来装 我刚说完行吧 三箱就推进来了 他还有个人是吗 对他两个人合伙的 小推推 对对对小推都推进来 推进来以后呢 我说你怎么推这么快 就钱还没付呢 对我钱还没付推进来了 推进来我说你先别推呢 腾腾腾给我摆住底下去了 杨师傅说他本想对方上门来装冰箱了再给钱 可对方说不行 他只好当场给了钱 2月26号杨师傅给销售人员打了微信语音 对方没接 然后给他发个微信 我说大哥什么时候来装冰箱 他没回我 晚上我再给他发信就给我拉黑了 牛大姐在杨师傅隔壁经营餐饮店 说是那天也买了一箱酒 不过销售人员没和他说多买多送 而是让他帮个忙 还签了一个酒水购销合同 合同甲方为酒之堂酒业有限公司 天长地久的酒 你没给我做广告就可以了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那个你拿一 你给我三百块钱 我到明天人家业务员来了 你这个三百块钱我可以推给你 他卖了吧 瓶子 你给我瓶子给瓶子留着 我推给你钱 最后我儿子联系他是电话也打 打不通了 杨师傅和牛大姐买到的这几箱酒 每箱有24瓶 上面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生产商等相关信息 杨师傅这三箱酒的里外都对得上 但牛大姐这一箱 外包装显示是金苦桥酒 里面却是路边酒 这几箱酒的生产商都写着 烟台酒之堂酒业有限公司 记者多次拨打对方的400客服热线 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回复 网上查了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能对上 拨打杨师傅留的销售人员电话号码 显示关机 在牛大姐签的酒水购销合同上 该公司的经销地址显示在宁波海蜀区 三支街242至248号 记者找到三支街 转了一大圈 却找不到对应的门牌号 杨师傅表示 他打算报警处理 记者查询到 竞牌有限公司 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向烟台酒之堂 酒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在去年12月22日已经立案 暗游是侵害商标权纠纷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 distributor